最长时间7点,讲讲这一节新闻提要 由马地加利大厦的五级大火还未构息 竟然知道有9个人上升 美国国务卿哈利斯特弗说 美中双方已经同意在核林方面加强合作 详细的新闻内容 由马地尼敦道233号加利商业大厦的五级火警焚烧13个钟头 到现在仍然是未构息 消防员通宵在现场灌构和搜索 最新知道经已有9个人死,77个人受伤 由加比赛之君在现场报道 虽然长火已经烧成14个钟头 但是仍然未构息 可以见到现场仍然露出大量白烟 而消防员在现场灌构和搜索 部分的尼敦道和左敦道仍然被封 消防员有通宵搜索现场 在大厦13和15楼分别发现多具消焦的尸体 警方就证实却只有9人死亡,75人受伤 包括一个消防员信职,由吴兆宗报道 到过清晨,火墙仍然露出浓烟 消防员仍要不断向火墙射水 又用云梯协作搜索生产者 由于怀疑有人被困在火墙里面 大批消防员员带齐装备和氧气 轮口进入火墙 到凌晨4点左右 消防员员在大厦13楼和15楼找到三具尸体 另外在凌晨3点左右 消防员员就在火墙里面 抬出两具尸体 大火烧了十几个小时 消防员疲于斑面救人 部分消防员因为吸入农衣感到不惜 今次的五级大火一共造成超过七十人死伤 一个消防队磨在救人的过程中 就应勇充绩 大厦是不断地露出大量的农烟 尤其是顶那几层的消防署 由于这座大厦是没有自动的洒水系统 所以在灌构上是非常困难的 而另外有关于昨晚的通宵灌构情况 我们先由邱振铭讲一下 凌晨时分 加利大厦仍然有火光 冒出大量农烟 消防员不断输送氧气筒给烟母队 搜索怀疑困在大厦里的人 由于全座大厦都没出浓烟和热度很高 消防员在大厦找到的多个失去知觉的人 要先送上天台 再运过隔离的金峰大厦天台 然后用升降机运到地下 由凌晨3点45分 火警发生11个钟后 死伤者开始陆续运到地面 放下来的人都用红布盖着头 现场的医生证实他们已经死亡 直接送去脸房 消防处发现人说部分尸体更加是烧焦了 另外部分消防员也吸入浓烟不舒服 要送院自理 无线电视记者邱振明报道 我们现场的交通情况 跟大家讲一下 警方在现场实施了很多